哎你好姑娘 哦你好 你能帮我买张车票吗 哦 不好意思我没钱 哦那行吗 哦那个等一下 你是外地人吗 对我外地过来的 哦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刚刚钱包在那边丢了 然后我想买一张车票 去找一下 你是真的没钱 真的没有 哦那这样子 我看一下啊 我我也没带多少 我不知道这些够不够 哦那谢谢你啊 没事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等一下 我看你的声音有点耳熟 有点像我一个朋友的声音 你可能说认错人了吧 好吧 好好那谢谢你啊 哎你好姑娘 哎你好 终于找到你了 那个还给你 刚刚借你的 你钱包找到了吗 对我刚刚去我朋友那里 我朋友他转给我了 啊 等一下这个字 你你先拿着 哦好 哦 你这猪怎么还没有卖掉呀 哦是这样子的 因为今天感激的人有点少 然后我又来的太迟了 就还没卖 哦那行吗 那你这猪卖给我行吗 啊啊你不是外地人吗 你怎么拿回去呀 哦没事 我在这边有朋友 我送给我朋友吧 哦不用这样的 其实你这猪是怎么卖的呀 我们背下来的话是500 但是你要是去我家里面买的话就是400 哦那行吗 那给你你先拿着啊 你先拿着我买了吧 好 那个你的钱给多了 哦没事剩下的就是呃给你了行不行 不是啊你没关系我该多少多少你拿着嘛 哦那你也太善解人意了 呃我把猪背到哪里给你啊 你猪背到我车上就行了 你这是不是你这是走路下来的还是坐车下来的呀 哦因为这个猪的话好多人都不想拉 我就走路走两个小走到这里来的 哦那行吗那行那会不会弄脏你的车呀 哦不会不会我朋友的车没关系的 哦那我们先过去吧好吧 好你朋友的车在哪里啊 哦我朋友的车在就在这前面 哦好你是累了吧 没有不累我被习惯了 哦行行这个猪放在车子里面会脏的 哦不会的不会的你放进去吧 好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不可能那么走就把猪卖了 没事嗯我看这个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哦那个多麻烦你的 我走路的话应该两个小时应该能走得到的 不是这个到时候路上遇点麻烦不好 我来到这边我和我朋友等一下也可以去旅旅游去看看好不好 那这样那你先等一下 呃我这个猪都是 呃隔壁老奶奶有时候我忙的时候 他都会帮我喂一些 嗯 我想给他买一袋大米回去给他吃啊 行那你先去吧好行行行 哎啊那个我总是觉得你的声音很耳熟 很像我一个朋友的声音 你可以把你的口罩和帽子摘下来吗 啊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呀 他叫郑阳啊 啊好那不好意思你认错了 我叫小羊羊啊 嗯 那你等我一下好啊好嘞好嘞 哎你慢一点啊哎小羊羊今天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啊而且你又把我的猪给买了啊啊我家就在那下面 你去呃就我家里面坐一下我给你拿一点腊肉和香肠吧 哦这太不好意思了吧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啊 哦没有没有那行吗我我跟你一起去一下吧行吗 哦那那就走吧 你这边的风景还是挺好的啊 嘿嘿以后都来玩 嘿嘿 前面就是我家了这楼梯有点抖你小心点 没事没事行 你每天这样背着不累吗 累我都习惯了这些都是小活 啊行吗这个楼梯有点抖 来到了这就是我家 嘿嘿 好你先坐吧坐一下 行 看看吧 那个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啊我叫美信 你先等一下好我进去拿一点辣椒香肠 多了呀 这不多的这都是土猪肉 我们之前没做到很香的 我知道真的有点太多了 美信你这是你呀 来二伯 呃这是今天买我猪的那个 呃他叫小羊羊 呃这是我二伯 来你先拿着嘛 二伯好 这是你的二伯 美信你又把这部的可以个啊别咋 哦今天我 嗯卖了这么多 嗯 这些年 这个我拿来给小孩子买一块 这个我拿来给小孩子买一块 两个个先个不个 两个你要不个个不得干多 两个 美信你二姑为什么把你的钱都拿走了呀 因为我和我的前夫分开了 我现在不能住在我前夫那里 然后我只能回我这个老家 结果爷爷来了 他们把这个家送给了我二姑 我现在还有三个孩子 在我妈妈那里 我 让你介绍了 没事 那这样嘛 这个香肠我不喜欢吃 你拿回去吧 哦这个很好吃的 你不会是嫌弃了吧 哦没有嫌弃 这个你拿回去吧 我不喜欢吃 先把你拿着 嗯 嗯 那个美信我就先走了啊 先走了以后呢 嗯我们有缘再见啊 哎那个 我能不能请求你一件事情啊 啊你说 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口罩和帽子摘一下 你主要是你的声音太像我一个朋友了 啊 我的声音还像你的朋友 嗯 因为这个世界上声音疼的人有很多 以后我们有机会 我肯定会摘的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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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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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